国家最高的荣誉最高的赏赐给谁呢 给这些替国家推荐贤人的这个人 所以地方官员常常微服去私访 穿着普通衣服不会让人认识 他到外面去打听 去找这个人才 人才的标准也是有一定的 就孝脸这两个条件 举孝脸就是选举推举 向国家的推荐 这个人能孝顺父母 他就能够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忠于他的工作 孝重要 李呢 李是连结 他不贪财 他决定不贪污 所以政府里面需要的人才 这两个条件最重要 一个是孝 一个是零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每一个朝代都有借出的人才出现了 绝对不会比民族制度差了 但是现在我们想恢复古时候那种教学制度很难 这个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 我们明了但是没有能力做到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么你问从哪里做起呢 我可以告诉你 从我们自己做起 我们自己每一天能够反省 能够断卧 能够修缮 能够寄功累得 社会大众不受秩序 我受秩序 大众让我安定 从本身做起 能不能有影响吗 不必考虑这些 只问耕耘 莫问收获就好 那么这是我一点前嫌的贡献 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 然后影响你的家庭 你一家给社会大众做榜样 逐渐逐渐的扩大影响 也许会有一点效果 比如学佛 学佛的人一定持戒 持戒就是守法 学佛的人多了 明白佛里的人多了 对于社会一定有影响 一定也有贡献 那么这个是好的 不许会 我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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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为